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职场安全上面可以有多一层的保障 所以在今天的打狗周期 特别邀请了行政院劳委会的 劳工检查处的处长林静基林处长 来到现场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 欢迎林处长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各位有兴趣来欣赏 我们劳工安全卫生的一个节目 好的 那我们的处长 既然我们从台北市来 当然就是要提供更多 有关于劳工在职场上安全上的一些资讯 所以一开始是不是 请那个处长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和分享一下 到底起重吊挂作业是什么 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危险性 第一个 各位 你如果在马路上走 你会看到我们这些呢 就是广告招牌 你是不是有办法 把它抬上去 装上去 你就要把它吊高 然后把它移动到定位 搬运到定位 或者你抬头看一看旁边有一个大的建筑物在施工 那这些刚购材料 物料 要移到那么高的地方来使用 那这些塔吊 起重升降局 就是在做吊挂作业 另外在高雄港区 你有空到马坡去看一看 这个货柜那么大 谁有办法搬 所以就要靠着这些的起重 还有吊挂作业把它移动位置 或者装到适当的位置 另外在生产的工厂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模具 机器 可能要维修 要保养 或者我们在缓刷 铸造工厂里面 这些铁枝 钢枝要移动位置 然后导到模具里面 那这些高温人不好接触 然后里面又忙重的 所以就是对于 就是说人力搬运处理 可能接触有问题的 不管往高 不管往低 那这些就是说靠着机械 或者设备的一个协助 来移动它的位置 来吊挂 来把它用到适当的地方 那我们工厂里面很多 人家在说一说 填填填填 那就是要吊疑 简身填填 其实其中吊挂作业 它基本上它可以帮助我们在 做很多的作业上面方便性 但是它的危险性也相对要注意一下 能够降低 所以到底这些 其中吊挂作业的一些灾害 到底分为哪些的类型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起重升降机械 那本身你在连结的时候 吊挂的时候 这些吊具 你想吊锅 把这个重物会不会固定在这里面 然后吊升 然后起重水平移动的时候 会不会摇动 变成里面的 就是说吊挂物不稳定 就砸下来 或者是砸到附近的建筑物 或者设备或者施工的人员 也就是说这个吊挂作业的时候 你如果机器使用的不当 或者机器控制不当 就会可能发生有人员坠落 有撞击 那如果旁边又有高压电 那这些呢 在接触的移动的时候 去碰到高压电 也有感电 那就说不会被电死 另外呢 再看一下刚刚说 上面如果吊挂的东西 固定的不好 吊下来 如果呢 在底下它游动的区域 活动的区域 吊挂的区域里面 底下有人 那可能这个灰落物 也会砸到人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人员的坠落 物体的灰落 然后机器本身的 就是设备的瑕疵 或者是负载的不足 那等等的都会造成 很严重的劳工的一个死亡灾害 所以这些呢 大概是我们常见的 一个类型就对了 那我们该如何来进行 比较安全性的 希望把这个灾害呢 降到最低 要用检查合格的 或者符合安全规定的 起重升降机具 或者吊挂设备呢 来去呢 作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吊挂作业的时候 因为吊挂物可能会震动 可能会吊挂布文 可能这些吊具的一个不安全 会掉落砸伤人员 所以在它移动 或者呢运转的一个范围内底下 不应该有人 也不应该 就是说通过重要的设备 也就是说你人员设备的一个管制 另外呢要按照标准作业程序 作业规范来去施作 另外呢我们如果再看一看 我们呢如果周边的有一些可能 就是说高压电 那我们应该有一些节缘的 还有呢一个专事就是说 专节缘道馆 避免那个触电 触电感电 然后呢如果有高压电的时候 你也不要认为没有接触 没有碰到不会有问题 要保持它的一个界限距离 另外呢你在这吊挂的时候 它允许的负荷是多少 你也不要超负荷使用 我们南部呢在台电公司呢 它呢有好几件 就是说超负荷使用 造成整个机器的一个不稳定 机器的固定的螺丝呢 去整个断裂 造成断裂以后呢 这个被吊物跟吊杆呢 就会去砸到人 所以包括你机器的自动检查 机器的安全 人员的一个管制等等呢 都是蛮重要的 重点就是说呢 我们所有作业流程 一定要按照SOP嘛 对不对 那标准作业流程的话 这样子我们个人还有设备 就会比较得到更安全的保障 那不过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 就是说在营造工地常见的移动式 起重在进行吊杆的时候呢 我们也常常看到媒体 又有什么伤亡啊 那我们到底呢 在起重机吊杆作业的时候 到底有哪些的危害 该注意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 你没有停在稳固坚实的位置 还有有的呢 有外撑座 没有去把它外撑固定 变成你在吊物的时候会怎么 翻倒 倒塌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在营造工地 因为都不是平时的住家 就是突然要在那边做建筑 那吊瓜物品的时候 旁边常常有高压垫经过 所以这些呢 接触高压垫 或者进阶高压垫活性作业呢 可能会有感电之宜 另外第三个就是 所掉的物品 如果呢不稳固 那就有灰漏杂伤之宜 那刚刚呢 讲的就是比较常常发生的 对 所以你是说从这些 刚刚处长讲的那些 举这些例子当中 其实都可以看出来 都是一些人为的疏忽 如果呢你把这些的疏忽的部分 能够加以好好的 每一个步骤 能够按照我们的作业流程的话 基本上这些危险性就可以降低了 不过呢 我们处长也特别带来一些 相关的影片 我们来看这一个公安的相关影片 不管是晴天阴天还是下雨天 每天全台各个工地 有上千上万的劳工朋友们 为了建设为了工程再努力打拼 一个工程中 钢条钢板这些上百斤的材料 不可或缺 不论在搬动或是定点摆设 都需要用到吊挂起重施工作页 大大的吊挂车 上百斤的钢索左右移动 处处充满这类工程机械的高危险场所 在此上班的劳工朋友们的公安问题 显得更加重要 在这种环境之下工作也是蛮危险的啦 心情也是要放轻松 也是注意要注意那个安全第一啊 公安第一这样 其中吊挂作业是一项危险性相当高的技术工作 每年因为物体分落人员坠落等问题 而造成死相直灾死亡的人数也有28人 不论是坐在驾驶座操作掉背 或者是在钢索端固定要帮动的钢筋物品 升级在一旁帮忙指挥的劳工朋友 正确的操作机械 按部就班的作业流程 这些都是降低职交的最佳方式 工具箱会议 这个工具箱会议就是要告诉那个操作者的 说今天你要工作 是要做哪些项目 还有再有什么潜在危险的 一定要避免 工具箱会议讲完你要 他们才可以开始施工 严格要求 而且如果你违规了 我们有处罚的划管之类的 允许有个条件在划它 当实施起重吊挂作业时 手动起重的第一步骤就是得把施工换围 用三角锥等物品回上安全距离 以防闲闸人等进入 造成不必要的意外 之后注意施工地点 土地是否坚固平稳 把脚架放下稳定机身 开始起重吊挂物品时 一定要注意多次确认 钢锁有没有钩好 以免物品在吊挂时坠落 造成人员伤亡 此外移动物品时 一定要使用牵引锁 不能用人去扶着搬动的重物 在搬动的时候 一定要留意指挥人员的引导 放慢速度留意周遭 固定式启动机或移动式启动机在吊挂的初期 它可能会摆动 那我们很机会就是说用人直接碰住这个物体 我们应该用牵引绳 对 然后呢我们一定要一个安全的隔离 还不说交通锥连杆 我们一定要隔离嘛 然后要听从这个指挥人员的信号 其中调化工作 不愿是丰富的外在因素 或是调避的伸缩距离 调化物品超过负荷等等原因 这些都有可能造成 令人遗憾的意外发生 直災问题是政府一直以来 努力在控制的 希望透过演练 或是不断的安全卫生宣保 就是要让灾害问题案件降到最低 每个环节 每个步骤 每个人 只要多加留意 都可以让公安意外降到最低 很多的灾变 并不是它绝对会发生 发生重大直灾 也不是劳工的一个宿命 我们呢 只要事业单位在管理者 稍微去叮咛 巡视 加强一个管理 或者呢 工地的主任 稍微用心一下 因为重大直灾 常常都是一瞬间 而且只是一点点的一个疏分 常常并不是重大的一个危险